柯文哲爆出政治现金申报不时的假账风波 民众党和段木正连日隔空护杠 检调单位是早上午更兵分度物展开大搜索 他觉得很冤枉吗 是不是政治自杀 不会的不会的 一早检调大动作搜索 位在台部大楼的木可公司 段木正会计事务所 政治传出柯文哲心如老家也被搜 段木正也将被约谈 搜索的部分呢 不包含台湾民众党党部 也不包含台湾民众党 柯文哲主席的办公室 但是呢我们主动提交了六项 有关大选时期的凭证 柯文哲对党员发出公开信道歉 谈证自己是人不明 用人不当会深刻检讨改正 但是这不搜索 也让民众党延后原先上午的行程 拖到下午三点才正式对段木正提告 当面亲自问他 如果漏报了 如果有短差 为什么要取报 他说是因为时间来不及 段木正会计事提出相关的告诉 第一个是业务登载不实 第二个把这些资料上传到监察媒系统 做了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的行为 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民众党正式宣战段木正 不过其实干部纷纷将矛头对准黄申申 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炮轰黄申申的发言 仿佛若无其事 柯文哲应该思考身边的人是加分还是扣分 前幕僚客与案更点出段木正做假账 为何专挑米奥 适了两家黄申申闺蜜的公司 高人指示 面对党内批判声浪 黄申申宣布辞去中央委员 并看顿木正李文宗一同送到中品会处理 快展离开不愿多达 当假装风暴越烧越旺 监约和检方也同步调查 传出北检也将传唤 柯文哲黄申李文宗等人厘清案情 这把货恐怕一时半刻难消停 这是忠诚的挺着AZ小组才帮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